這幾年非常流行為電影 首獎一百萬 台灣獎金最高的為電影大賽 日前頒獎了 百萬大獎的得獎短片 叫做二號二樓 描述一位技術不好的小偷 他第一次開鎖闖空門 卻在門外遇到大樓的鄰居們 幽默諷刺現代社會 另外一部百萬得獎作品 是世新的研究生拍的科幻動作片 導演說他要拿著一百萬 接著拍下一部作品 導演萬仁受邀 頒發為電影創作大賽 百萬首獎 他鼓勵年輕人累積經驗 讓作品說話 證明自己的實力 頒發這個首獎 作品的名字叫做 二號二樓 得獎的三個名字 恭喜二號二樓的導演 張科夫人 一位 三個名字就在寫這個屁股 格子 人間 敬人 在門外碰上大樓的住戶 透過每一個人物 幽默諷刺社會擺態 我覺得還蠻怪怪的 哪裡怪 王玉珍付你多少錢 你不認識王玉珍 所以你也不認識我 出門了 跟女朋友 好 好 確定你不認識 我想要傳達社會中小角落 一個有點荒謬 有點瘋狂的故事 那只讓他是用一個小偷 然後發生一些很荒唐的事情 那他最後還是選擇做 就是一些 可能是一點小小的善良 就人的本性 還是有一些光明的成分存在 另一位獲得百萬首獎的是 來自世新廣電所胡瑞才的作品 Can't Stop 他以歌曲MV的形式 描寫誤闖的外星人 與地球人之間的對抗 作品結合動作以及科幻 後製特效和美術造型 獲得評審青睞 最後讓他贏得一百萬元的獎金 心跳 等味道下重新在燃燒 換出愛的新浪潮 跟我跳 微弱的光點 惑惑的視線 接受在蔓延 你秒鐘的畫面 這真的很特別 就是他們直接給我做這樣合作的機會 那對於未來我還是會如履薄冰 繼續小心翼翼的經營我的這條導演路 我的MV類型很多都會是科幻的類型 或末日等等 那我會希望這是我的一個風格 但是風格是我覺得需要不斷嘗試的 所以我會想要多嘗試一些科幻類型 包括像你現在看到的 Can't Stop這樣 除了百萬得主的作品 入選創作大賽的32部短片 將在MOD播出 讓更多人看見年輕世代的創意